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晚上好 马股在201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以1761.25点封关 下跌了5.58点 由于马股碰到石油风暴 全年下跌5.9% 也就是105.71点 在亚洲股市里面表现最差 总结是2月份 马股总共不见了59.64点 上半年由于蓝筹股缺乏利好因素 焦点反而集中在中小资本股身上 下半年则因为国际油价暴跌 引发接近两个星期的小股灾 今天的交易统计显示 外资卖出752万令吉 散户也卖出4717万令吉 本地投资机构则买进5469万令吉 下聊企业不乱外单元 首先我们来关注锦记钢铁 该公司宣布减持博华家6.09%股权至31.25% 这也令到后者不再是锦记钢铁子公司 也令到博华家董事部出现大变动 据了解 该公司从12月19号至30号之间 以1819687令吉现金价脱售股权 紧记钢铁在博华家的6名董事代表全部呈词 原任董事经理方天心和执行主席拿督翁诗彤 则转任非独立非执行董事 并即日生效 接着 由于喜德兰控股股价跌破面值 为了避免未来发新股计划受影响 该公司建议削减股票面值70% 从10美分削减至3美分 这是因为该公司在百慕达注册的因素 不能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发行新股 PN17公司东洋工程认为 公司在油价100美元时脱售核心油气业务 目前油价跌破60美元 有利于公司重新回到油气领域 不过也不排除进军其他行业 该公司过去16个月都在寻求新的业务 希望明年4月可成交计划出给大马股票交易所 最后 让我们以平静的心告别2014年 也有乐观的迎接2015年 我是林德成 晚安